警车缓缓移动 但这名女子肉身挡车 怎么劝都劝不走 原警开扣印器大喊 他还是不为所动 这下警方也怒了 气得冲下车把女子拉开 更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他又跑回警车前伸出左脚 说警车碾到他的脚了 他是故意把脚伸在巡逻车旁边 从影片当中我们看出来 他说他有被撵过 可是他还可以行走自如 原警出面反驳 强调绝对没有撵到他的脚 而且还供了另一段影片 说这名女子三天两头 长长懂事 几乎每次都说警车碾到他的脚 甚至还追到派出所 心事问罪 但从监视器来看 女子走路正常 看不出脚受伤 而且警方一提到这个人 就很头痛 离婚之后 他就搬回去他的娘家住 然后在娘家的时候 也因为常常喝酒 在家里乱 他妈妈跟弟弟也受不了 因为离婚心情不好 经常酗酒大吵大闹 找警方陈情又引发 碾角争议 原警只能无奈苦笑 借公寓的徐一玲 SNG小组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